各位好 上期节目我们已经对此在的基本存在结构进行了揭示 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 人被抛入到这个世界上来 始终处在一种面向未来可能性的状态中 正是人对自身的筹划才使得自身得以展开 人并不是按照一个鲜艳的本质 或者说预设的本质去生存的 人正是在生存之中才赋予了自身的本质 而正是因为人的生存活动 才使得人和周遭的一切发生牵连 才形成了这个世界 可以说在世揭示的是此在的基本存在结构 人在这种存在结构中 总是会对自己的生存活动有一种领会 有一种体验 那么这种体验要怎么去描述呢 海德格尔将其称之为凡 当然这个凡不是中文里带有贬义的凡 而仅仅是人的存在状态的描述 是词在在世状态的敞开 是人与这个世界勾连在一起的整体结构 因为这个词是从德语里翻译过来的 有很多不同的翻译版本 也有学者将其翻译为操心牵挂 此在与他物打交道叫凡心 操耻和牵念 此在与其他此在打交道叫麻烦 或者操劳和牵心 这三组翻译放在一起时 我个人认为牵挂这一组是最为传神的 也是我个人比较倾向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按照牵挂 牵念和牵心这组翻译来讲解 怎么理解牵挂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海德格尔其实是用一组词 去描述此在的状态 人总是要和外界发生关联的 那么这种关联在人的情绪上的体现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牵挂的状态 因为人是面向未来的 有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就会让人去牵挂 如果一切都尘埃落定了 人就不会有牵挂了 正因为未来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 人的内心中总是时刻有一股情绪涌现的 对这个世界深深的关切和操心 为什么说牵挂这个词最为传神 这里面其实有一种独特的韵味 特别是中国古诗词中就含有这种韵味 所以我们中国人是特别有共鸣的 慈母守中线 游子身上衣 这是母亲对远行游子的牵挂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这是对远方亲朋好友的思念 衣带见宽终不回 为衣消得人憔悴 这是对爱情的执着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这是对自己未来人生的淡淡忧虑 这些中国的古诗词中都表达出了人对这个世界的牵挂之情 人与人的爱和思念 人对自身的忧虑之感 牵挂就是人问济于世与世界的一种牵连 因为人要生存就必定要和周遭的一切发生着关系 心中总是会涌动着一些情绪 人总是处在一种淡淡的忧虑之中 人是朝向未来的 未来又因为不确定而让人有所期待 有所憧憬 人总是关切着什么 操心着什么 顾虑着什么 日常生活中 为什么有些人要做出一个决定 但总是迟迟不能行动 因为心中总有一些放不下的东西 总是被一些因素束缚住 所以你总觉得自己没有活出真正的自己 你没办法完全做到 了无牵挂 当然我们要注意 这个牵挂也好 烦也好 或者是操心 并不是人刻意而为之 而是此在存在的一种自然的显现 但海德格尔的目标并不是纯粹去讲人生哲学的 他仍然还是要去揭示存在 只不过存在在人的这个境遇里能够得以显现 所以就来研究人的存在问题 这就必然涉及到人的生存和人生的话题 这里大家注意即可 好 刚刚是对牵挂做了一个阐释 这是对此在和世界关系的整体结构的阐述 是一个宏观的维度 如果再往下细分 人在这个世界上无非就是跟两样东西有所牵连 一个就是物 一个就是人 此在和其他存在物打交道 叫千念或者叫繁星操劳 此在和其他此在和其他人打交道 叫千星或者叫麻烦操持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此在和其他存在物打交道的状态 在海德格尔看来 这个其他的存在物都是此在的器具 在一开始 这个器具和此在本身就是融为一体的 在这个浑然一体的境遇里 这个器具对此在来说就是一种上手之物 上手之物是什么意思啊 通俗理解就是在手边的 随手一拿起来就可以用的东西 你使用这个东西是顺其自然的 比如有一个人来到一棵果树前要摘果树 但这个果树太高了够不着啊 这时看到旁边有一根棍子 随手拿起来用棍子来够这个水果 那这根棍子其实就是一个上手之物 也就是你自然而然地拿起手边的这个物体去使用 这个行动的过程你是得心应手的 你跟这根棍子处在密切关联之中浑然一体 整个摘水果的过程 你不会把焦点放在这根棍子如何 你的焦点始终放在摘水果上面 但海德格尔也指出 这个物体的存在也就是棍子的这种器具的存在 正是通过人在使用它的过程中得以显现的 如果没有了此在的使用 没有了人去用这个器具 这个器具本身的存在就并没有被揭示出来 好 这就是器具对此在来说是上手之物的解释 在此在和其他存在物打交道的过程中 这个上手之物逐渐发生变化了 变成了现成之物 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回到摘水果这个例子 假设一下 果树上低层的果子都被摘完了 然后要摘高层的果子 当手上的这根棍子够不着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这时思考的焦点是不是就放在这根棍子上了呢 因为棍子有点短够不着了呀 要开始想想办法如何把这根棍子加长 于是就又找来一根棍子 用绳子将其绑起来 制作出了一根加长版的棍子 再去摘水果 那此时之前这根棍子就变成了一个被思考的对象了 因为你开始琢磨这个棍子了 你之前是不会琢磨的 因为棍子是上手之物嘛 现在不同了 这根棍子变成了一个摆在那里 你去思考去琢磨去认识的东西了 这就是现成之物 那么一旦变为现成之物 人的理性认识的过程就开始了 以此类推 世间的万物与人的关系不正是如此吗 存在物从上手之物到现成之物的转变 这也正是人从行动到认识的过程 讲到这里我们也可以结合着现象学的方法来理解 自一开始人是跟万物裹在一起的 交融在一起的 只不过后来因为主客的思维模式 才导致其他的存在物成为了一个摆在那里 可以被认识的对象了 主客的分离 或者说世界变为一个可认识的对象 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而传统哲学自一开始就自觉跳过人物合一的境遇 直接到了主客对立的境遇里 去探究那个客体的对象的本质问题 所以上手之物就可以看作是通过现象学还原之后 回到的那个最初状态里的存在物 而现成之物就是人采取主客思维模式后的产物 好 以上我们说到的是人和其他存在物打交道的状态 签念 这个过程是存在物从上手之物变为现成之物的过程 存在物的存在正是通过人对物的使用而被揭示出来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此在和其他此在打交道的状态 其他此在并不是上手之物 也不是现成之物 此在和其他此在始终是共同存在 处于共在的状态 这就是谦心或者叫麻烦操持 世界的丰富多彩多半是因为有丰富多彩的人的存在 人不可能孤立的存在于世 一定要和其他人交往的 一个人自出生开始就受到父母的呵护和养育 你要跟父母交往 逐渐长大 上学后会和同学交往 会和老师交往 毕业工作了会和同事交往 结婚生子后要和自己的伴侣和孩子交往 人的生存始终要和别人打交道 你也许说 不 我是一个孤独的人 我并不总沉浸在和他人交往的状态里 但这个孤独本身也是和其他此在共在下的孤独 正是因为其他此在的不在场 所以你才感受到孤独了吗 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人 没有其他此在 只有你一个人了 你或许体会不到孤独感 当然 此在和其他此在打交道也是最为复杂的 有温情的一面 也有尔虞我诈 勾心斗角的一面 人总是要和其他人相遇 也总是处在和他人交往的状态里 因此 人的内心中总是能感受到一种和他人的牵连之感 这就是 牵心的状态 那么 既然人总是要和其他人交往 这就自然避免不了日常的生活 俗世的生活 个人怎样处理和他人的关系呢 和集体的关系呢 此在的本质既然是去存在 就意味着可以去进行选择 在大众生活中 是选择特立独行 实现自我 还是选择以大众的方式生存 沉沦于云云众生之中呢 这个问题 下期为大家解答 好了 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 思路非常清晰 对此在的存在状态进行揭示 此在总是和这个世界有所牵连 这种状态就被描述为牵挂 或者叫凡操心 这是此在对世界忧虑状态的总体描绘 那细分下来两个方面 此在和其他存在物打交道 叫牵念 或者叫凡心操劳 这个过程是存在物从上手之物到现成之物的转变 此在和其他此在打交道 叫牵心 或者叫麻烦 操持 人作为一种可能性存在 就意味着此在可以去选择 在和其他人共在的环境里 人选择成为自己 还是选择迷失在大众之中 这就涉及到人的本真状态和非本真状态 人的自由和沉沦的问题 下期节目 我们一探究竟 感谢收听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